誒誒 還我 然後它通常打開的時候會滴油 為什麼連衣服都脫了 我要靜點 是不是油比較硬而已對不對 沒有比較好玩 工商時間97M 馬跑三樓 德國有機棉 超輕膚T恤熱賣中 在蝦皮衣上架 大家好我是小魚 這位是小編 小編鈴鈴 這一次我們是第二集教小編 跟我換煞車友 那我們這次是把車殼已經拆掉了 拆車殼的話 學會的話可能差不多半年了 那我們現在已經拆掉了 讓他學煞車友就好 他最少知道一點觀念 然後你們在詢問的情況下 他也知道大概我們在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順便教他 順便教給大家 換煞車友怎麼換 直接就開始了 一開始就是先拿螺帶拔拆總棒 嘿嘿嘿 我可以 你可以 這邊不行 拆螺絲十字的話 這部分就是看你打不打開 就是你要往下壓 重點是你要往下壓的力道 沒有壓的話你容易滑壓 這是特別要小心 好打開了十字螺絲就蓋子先打開 通常我們會把裡面的油抽掉 這是空的 因為這一顆是剛換上去 他剛改完那個煞車卡鉗 然後我們現在是已經把它抽掉 所以他當然是空的 等於是你現在要做更換油的部分 那更換油就是把舊的抽掉 他這個抽掉的部分其實很簡單 你現在去拿個費油盆 然後放在卡鉗這一端的下面 然後把卡鉗的那個洩油螺絲打開來 在哪裡 卡鉗的洩油螺絲是這一顆 這一顆是費油螺絲 那現在他有橡皮塞 塞住 所以你就把它打開來 然後把它塞著 這個塞著很緊 好 這個六角 對 打開來就是轉那顆六角 下 蟹螺絲是下 對 沒錯 然後他通常打開的時候會滴油 對 趕快去接 你放在下面接就好了 我怕他滴不到裡面 對 你照龍頭打一個方向 沒關係這個等一下可以拿清潔劑再清潔就好 那煞車油有腐蝕性 所以要戴一下手套 避免他腐蝕 這個的話是一噴 這個煞清的話 清潔你就直接噴了以後 他就擦掉了 對對對 馬上就可以擦掉了 然後這就是洩油 好 那煞車油就是往下洩 然後上面的話就是要補 好 那我們現在先把裡面的油 洩乾淨以後 你就可以加煞車油 要先鎖起來不用嗎 通常我們會用新的煞車油循環一下 現在這個是沒有工商的煞車油 那倒多少 現在不是問題 現在就是你不要倒他滿出來就好了 對對對 所以你就讓他加 然後他自己會留下去 然後等一下我們會去下面看 剛剛的油是不是藍色的煞車油對不對 你現在倒是透明的 這一瓶是透明的 那我們就是倒透明煞車油 那等一下下面抽就是要抽到透明的 他有在動嗎 他沒有在動 因為要下去很難下去 你的疑問是對的 為什麼 因為他要下去是很難下去的 煞車油要下去 他其實是比較難的 那通常下去的方法就是轉按 對 按煞車油 下面這邊部分的話 如果你在按的話 他會其實有點這樣 會有噴泉的感覺 然後往外噴 好 那你繼續按 然後那個我相機放著 那個我先去睡個覺 等一下我再回來了 一個小時後大概就下去了 不會太久 大概一個小時 所以不能這樣一直按著 一直按著他也不會下去啊 這樣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 你看我平常都這樣按 煞死了 我靜點 睡醒起來 為什麼連衣服都脫了 我在睡覺的時候你在幹嘛 我在按它 你確定吼 有啦有啦 他還是會下去 不過呢 你這個可能等到明天早上才會有 所以我跟你講 其實他是有方法的 他有一個叫抽油機 直接用抽的比較快 抽油機就是在旁邊這台 我知道我知道要接氣洞 唉唷 有在認真喔 對 這個要接氣管 好 拉一根管子過來 氣管你會拉嗎 會啊 欸欸 還我 我就說你不會拉吧 你會跟他在那邊 好 這個氣管大概拉到明天早上 我們就看他拉到什麼時候才會好 管子給我 我幫你拉 這個呢 就是他這樣滾的時候 他是在滾 他拉到這個 叮叮叮叮叮的時候 才是有卡榫卡到 所以你要拉到叮叮叮的時候 停住 他就會停住了 然後你再拉一下 它就會回去了 大力拉到一個時間 拉到一個管子 這樣 好 有聲音 好停 這樣就好 這個就像的 Soldями 跟你那個扭力扶手一樣 扭力扶手下去的時候 要到那個 滴滴滴滴滴 不是 哇 你剛剛有看到我把它插在這個地方 有 大家都看到你插那個 這是快拆頭 Yeah 好了 那這是抽油機 那抽油機要拉到這頭來 是抽下面 對 從下面 因為我們現在要循環讓它油漏 其實它慢慢滴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慢慢滴慢慢滴 它就已經滴到油都變成透明的 對 用抽的會比較快 所以你要把這個口 塞到它那個肉油的口一樣 洩氣口一樣 直接塞進去就好了 這樣子 堵住 然後這時候你去壓那個抽油機 然後它就會抽油 其實從這邊可以看到它抽油 從這個透明管子這邊你可以看到抽油 壓著才會抽上來 壓著才會一直抽 你壓一下它只會抽一下又回去 抽一下又回去 那你可以壓一下看 它把上面抽光光 就是同樣的道理 那現在你要把上面加滿 然後把裡面的空氣抽掉 因為它是油壓式的煞車 是裡面不能有空氣 要全部都是油 所以說你現在是要把油加滿 對下面再抽把空氣抽掉 然後油是保持的 我就不幫你了 我就不幫你加油了 一邊加一邊抽 看你的速度了 你說抽到怎樣 第一件事情你抽的時候 你上面的這邊油不能沒有 不能抽到沒有 對抽到沒有 又空氣又進去了 你要把你這邊管線裡面中間的空氣 全部都抽掉 裡面的油還有 然後這樣子到最後沒有空氣的時候 你在油壓式煞車的時候 才會都是 那我要怎麼抓它裡面沒有空氣 等一下可以做檢測 最少先抽個 大概加個一次兩次 讓它下去 就是要看你的油管長度來決定一切 然後再加一次 好差不多 然後你再抽一點點 你再抽一點點 好然後把下面鎖起來 下次放手只要放一點點 然後鎖起來也使用這一點點就好 對 這時候呢 測試的方法呢 就是上來抓煞車拉桿 當你這個煞車拉桿還是很軟的時候 表示你的裡面還有空氣 油壓式煞車它還是壓空氣而已 所以當煞車還是軟的時候 可是是不是有一點點阻力 最後一點點有一點點 對這表示說它還有空氣 可是還沒有全部都是油 所以一種是你繼續壓 壓到明天早上 把空氣都壓掉以後 這樣子就OK了 因為它空氣從上面冒出來 另外一種繼續抽 打開來抽 然後當你抽的時候 只要是把空氣抽出來 因為它上面是油是壓力 然後做一次差不多以後再蓋起來 再壓一壓 你可以直接這樣就鎖緊就好了 不用拔管子 不用拔管子 直接轉 轉緊就好了 管子就跟著轉就好了 然後再抓一抓 有了 是不是有比較硬而已對不對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重複了兩三次 幾次就會好了 前面的煞車因為油管比較短 也比較直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可是最後我們還是要做確認一下 所以這時候做確認的時候 你管子這個先拔掉 你按著抽拔掉 這樣就把裡面的油抽到這裡面就好 沒有這個拉高 然後讓它全部抽進去 那接下來最後我會要你去確認一次 就是它有沒有空氣 這時候打開來 它如果是冒油 都沒有空氣冒 那就是正確的 所以通常我們就是打開來讓它冒 沒關係 就讓它冒一下 沒關係 通常我們打開來讓它冒 這樣子讓它滴呢 就會讓它把裡面的空氣慢慢的排出來 不過還有一種加速的方法 就是 這比較麻煩一點 你需要有一個人幫你 邊抽邊壓 就是上面有一個人抓 抓緊 然後它是做往下壓的力道 抓的時候是往下壓的力道 往下壓以後 抓住不要放哦 這個煞車總放的原理很簡單 你這樣抓的時候 它的活塞把油往下推 當你放的時候 它會把活塞 會把油往上再抽回來 可是你現在往下推的時候 你就做一次往下推 那邊是打開 然後鎖起來以後 再放開 才能抽 要不然它會把油噴出來 然後空氣就再吸回去 所以變成要做一次 這次有一點 一個動作的輪迴 所以呢 現在我幫你 我幫你把煞車抓下去 然後你把它蓋起來 你把那個下面螺絲鎖起來 我剛剛講了 你聽得懂哦 你會說夠貼哦 等一下我要放手的時候 你再把那個螺絲打開來 你一定會被我罵 好好好 我現在要壓了哦 我壓的時候有下面的油 等一下哦 我把攝影機架好 我要看你的動作 等一下你如果貼的話 我一定罵你 好我現在要壓 好壓 鎖起來 好 確定鎖起來 我放手哦 然後我在上面抓一抓 再打開 打開我現在不抓 先打開 我在壓的時候 下面的油會噴很快 然後再抓一抓 好 那這時候呢 你去上面再抓一抓 確認一下它的手感 是不是就比較硬了對不對 又比剛剛再更硬一點點 就是確保它的 那有時候我會用刷車油管這部分 我會用它這個管子接著 然後當你打開的時候呢 如果露出來的是油 都沒有半點空氣 因為你管子裡面看得到 有點像吸管一樣 看得到的時候 表示你就沒有空氣了 如果打開的時候 還有一個小空氣的話 你會看得到油中間有一個空氣 尤其有顏色的會超明顯 那就表示你還有空氣 那就再做一次 然後我們就會一直重複的 抓 鎖 放 一直在重複的動作 然後把空氣排乾淨 那刷車油這樣子換完以後呢 接下來要看你的刷車皮的厚度 去決定說你的刷車油油量 這個油量要加多少 你厚度越厚呢 你的油量要加的越剛好 就是滿 那你厚度越少呢 你可能就要加少一點點 所以等一下我們去看一下 刷車皮的厚度以後呢 加個刷車油大概就這樣子 那你的刷車油更換了 大概就換好了 做一個刷車油的循環 嗯 不要嚇 那我們現在這個刷車油更換完了 只要蓋子蓋起來 看它的油量就好 刷車皮厚度呢 大家應該都會看 那小姐姐這個刷車油更換好不好玩 比較好玩 比較好玩 比換機油 比換機油好玩 換機油它主要是打不開 那刷車油它的螺絲比較小顆 它的力道就比較大 那這次我們說的更換刷車油呢 介紹到這裡 那也是讓小姐姐學習一下 那下一次呢 我們再看需要更換什麼 一些簡單的保養的話 可能叫它 說不定哪一天它會拆引擎 對 我們就讓它來拆引擎 慢慢教慢慢教 OK 好啦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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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